国民当主席选举进入最后 倒数候选的红秀柱的造势网会 也正在锦罗密鼓准备当中 现场除了插满棋子 到时候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 红秀柱的造势网会 除了邀请政治人物和艺人表演助阵 传单上的神秘嘉宾黑影 就是安定力量执行长孙继正 他们也希望这个 我来装扮这个国父孙中山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鼓励这个祝祝节 国父经过十次革命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 然后站出来 孙继正把晚上要站台挺住的 战袍都穿好了 仔细看这套不就是 国父常穿的中山装吗 原来被网友说跟国父孙中山 有几分神似的孙继正 特别伴国父挺住 八字形领扣 衣服前进有五颗扭扣 再加上平行口袋 孙继正特别变装 全力挺红秀柱 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下 需要有一位大是大非 不是政客的政治人物 能够出来才能够 带领整个党能够东山再起 除了化身国父帮忙造势 孙继正现场还准备神秘礼物 荣誉壮上大大写着 红秀柱主席汇存 原来这是要给参与提议 罢免黄国昌的志工 认为岛昌是张显主权 在明的表现 特别把这第一张 给大力相挺的红秀柱 就是要柱姐拔得头筹 国民党主席选举竞争激烈 每个阵营各出奇招 孙继正换上中山装 还颁发荣誉状 就是想在红秀柱的造势 网会上帮忙 最后冲刺垂出选票 记者薛学华曹生 台北报道